Charles 璇環 這次我硬邀魏林女衆來開這個畫展 主要是我從這個魏林女衆畢業 對魏林女衆有一份感情 那也是想來宣揚一下這個 關於基督教方面的圖音 所以画展是受了大自然的感动 还有神创造万物 彰显在各种草木 动物 月光 各种大自然的美物上 我这次的画通常都是用大自然来做题材 所以有各种不同的时间季节 譬如说这一张是去年我和我女儿去意大利 回来以后做画的时候 那个几步自然就流露出来 我就画了这一张 这个是用油粉彩画的 然后用鸭骨再上 再用油粉彩再画 这一张是我在大自然的感动 在夕阳之后 有余光在脸里面 然后一群羊还在觅食 在这个大自然下 他们从来不会担心没有东西吃 永远有草 有水可以喝 在远远的逆色中 光就好像是神圣的光一样 照亮了所有的东西 所以这一张是 就说是比较像牧者牧羊的感动去画这一张 这张也是亚古里还有很惨混合 这一张就是亚古里 然后就是云水天还有鸟 这一张也是一张比较这个 有圣灵感动的这个画 它就是在也是在慧圣中 在这个暗子还有金黄的光中 也是显现出这个大自然的微妙 这一张是很奇妙 好像在晚上有月光 然后利用色彩把它形成出来 这两张就是用后勤印象牌的style 然后用very heavy texture 用各种色彩去展现这个树啊水啊 河啊就是这样 那这一张也是也是 其实是看起来是一个 一个蓝色的港口 其实主要展现的是那个光 我这是对光非常有兴趣 如果你看很多画 都是白天的光 晚上的光 这光是有非常这个神秘神奥的 非常奇妙的这个 这个意义 这张主题也是在这个光 就是有那么神秘的光在那里 像你互照彰显 那这边呢就是一些小的这个 小的这个肥彩的这个 对于大自然的鸟啊花呀 所做的一个就是演习啦 就是鸟很有意思啊 大自然万物都很有意思 这又是一张也是云 也是光也是撒下来 然后这也是云 所以凡是大概每张画都是光 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光你看到的是彩色的 可是我想你看 我想让你看到的是后面的光影 这个来源 所有这个 所有的这个彩色 万物的光源是从哪里来的 这张呢是比较稍微现代一点 就是 红云 这张呢叫华丹出唱 同样的也是一种光 是 天光和人光 呃 就是展现这个 这个夕阳下 这个苍穹化 那这一张呢也是 也是用这个油粉彩画的 这一张呢 你可以看清光的入动 在水上 在天上 这张也是用油粉彩 这张的光就是非常柔和的光 然后用更的颜色去展现 这一张呢是一张这个 这个 几乎像秋天的这个 草原上的风景 那这一张呢 这两张呢都是油粉彩 然后呢也是 就是用不同的季节 展现出这个 大自然的 你晓得就是律动啊 还有他们色彩的变化 这张就是 这是晨曦嘛 就是早上的时候 也是你可以看到这个 太阳升起来 将这个万物都照亮 好 好 这边这几张呢 都是比较 好奇运想看 用这个 光影和这个 很厚的这个 这个画 画亮 嗯 去展现这个 各种各种各种的光芒 这张就是我们画展的主题 可以看出来这个 你知道 普通的天 是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画家可以透过 有颜色还有笔触还有色彩 还有这个 这个各种各种的东西 相光和影 显示出来 非常的 在我画的时候 是非常的流畅 很快就 很快就把它这个 把这个光影给它显示出来 这个 这张也是 也是利用这个 色彩把它显示出来 也是各种不同的时间的 来展现光的面貌 好 这边的多半是水彩 这张十九分彩 就是水彩 为花呀 树呀 鸢尾 是 多多一位 非常两位 是 词 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